歡迎收看Walky Boys and Girls 口頭禪時間又來啦 回圍了多久 這個月 累積了很多的 精華的中期月又來了 因為我們最近的影片呢 有越來越看不懂的驅逐 網友都直接說 我們真的都聽不懂 所以請偉大師來講解一下 是這邊要走著這個口頭禪 是要走鯨魚哥路線 那鯨魚哥是誰 鯨魚哥就是一個 我們活動公司的老闆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Jerry 第一口頭禪就是 他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那時候經濟能力 還沒有很好的時候 大家都會在那邊說 欸 改天我們去唱KTV好不好 然後他都 給我美紅的啊 我帶你們去 整燈包下來 這句小時 等一下 那這一句很勵志耶 因為代表說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 做電視小時了 那…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 整燈包下來 那我知道了 這一句話呢就是 大家不知道要去哪兒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就是用一個興奮的感覺 他有一些精華要學到 鯨魚哥他是左眼有點 狂風半邊臉有點 顏面神經 助性太久 有點麻痹的 神經失調 因為他手會習慣拿一個這個 筆啊 還有煙啊 這樣這樣 助性的感覺 他腳要這樣抖 他會這樣抖 他會這樣抖 助性的感覺 其實很難 往後的每一個口頭禪 鯨魚哥的都是這樣子 接下來要進入第二個口頭禪呢 就是 有什麼沒什麼 我一看就知道 因為他是那個 社會經驗很豐富的 OG級的老炮兒 有沒有怎麼樣 他一看就知道 叫你有沒有男朋友 我一看就知道 體重有沒有破50 我不用看就知道 有沒有腿褲 我 有沒有阿修 我一看就知道 北車流兩滴類 我一看就知道 你學得很快喔 學好了 好跳下一個 好跳下一個 那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這句話 這句的用途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可能要不懂裝懂 或者加入這個話題 還有另外一個用法就是 僵人也可以用的 譬如說你還在那邊裝傻 有裝沒用 我一看就知道 你怎麼樣 我一看就知道 那種感覺 第三就是 我會騙你嗎 我會騙你嗎 就是 你明明就在騙人 你要加強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你要很主力的 我會騙你嗎 我會騙你嗎 先生說人 我沒50公斤 我會騙你嗎 我會騙你嗎 你沒有腿褲 我沒有腿褲 我會騙你嗎 我騙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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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呢 我們剛加入 大概半年啊 半年才我才出一次通告 沒有什麼通告 然後他就說 欸幹那是夠特質疑啊 下半年度 那你們上小地戰 我會騙你嗎 我會騙你嗎 半年後有上小地戰了 真的上小地戰了 不過是他有一個優待票 所以看人家的演唱片 那他也沒騙你啊 如果上小地戰的廁所 也是上小地戰 這個也不是說不好 要讓人家增強自信心 相信夢想 放棄希望 加油加油 我會騙你嗎 我會騙你嗎 第四個 他是有點像是連帶關係 我會騙你他之後就是 你以為英文在教文法 沒有連帶是使用 對連帶是使用 我會騙你嗎 我是說了說道 說了說道 他就是有點陰道味道的那種 相反 你應該要到卻沒有到 所以你應該做到卻沒做到 然後這個就是相反的 所有到就到了 對這個就真的讓你 讓你到了 那你到了嗎 真的嗎 到了嗎 我說你到六點的捷運站了嗎 那時候捷運哥就是 酷券都不放飯 然後他就說 我今天一定要讓他放飯 然後只是去 叫人去買一個便宰 他就很無聊的小事 也沒有辦法 有辦法 做的啦 好像做了一個大事 好像通向偉大航道的感覺 好可愛喔 明明就直接買了一個便宰 譬如說 我說我要壓妳頭 我會不會壓 我會不會壓 我會壓 我會壓 平靜Action 老闆你好 我是來應徵的員工 我是反凡 成員喔 謝謝 那我想問一下 這間公司它有沒有員工旅遊 或者是三姐獎金 成員工旅遊而已 我帶你們去的小店 等它包下來 這一小時 那請問我生病的話 可不可以請病假啊 你有病沒病 我一看就知道 聽說你們員工做兩個月就會加薪 你們真的會加薪嗎 放在那個何加薪也是我幫他加薪的 你知道嗎 加薪 是零加薪 還是何加薪 還是何加薪 還是何加人 公諺妳嗎 公諺妳嗎 那妳剛剛說到的都會 我上了啦 好 好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口頭禪跟口頭禪運用 謝謝大家的觀眾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喔 訂閱喔 有訂閱沒訂閱 最正確的應用了嗎 好的 就到了反骨每次的書文解釋時間 好不用裝正經了 那個是另一個人的片才要這樣子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稍微解釋一下 反骨有 裡面有好多影片 大家很看不懂一些梗 或是一些內容 他也說是口頭禪那個也太長 也不好運用在生活之中 但那些梗 又不講 大家都看不懂 就好像是說我們今天出一個解說 講解裡面的一些秘心 然後我們今天要解釋的是 把你打到六點的捷運 把你打到六點的捷運 就是說 那時候生日趴的時候 這個地精他很熱心 他就知道要粉絲一起來參加這個生日趴活動 那時候就玩玩玩玩玩 玩到三更半夜 那時候也住進了七小時 所以乾脆就是 把他寄放到你家 三大都累累要回家 捷運已經關了 怎麼辦 大家也沒有交通工具 還想說就要省那個計程車小黃的錢 所以乾脆就是 趕不上六點捷運 我們就在外面等六點捷運開 那時候等了很久 一直被蚊子咬 所以之後我們就會常常講這句 因為忍著很不耐煩的 揮搭六點捷運 就是趕到六點捷運的 六點捷運就開了 就可以 坐上捷運回家了 好 謝謝瑋哥老師